立陶宛外交部長說,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北約成員國家領海附近進行實彈掩襲,是以例行海軍掩襲掩蓋的直接軍事威脅。 俄羅斯星期三開始進行導彈發射演習,引起拉脫維亞的警覺。 北約成員拉脫維亞說,俄羅斯的空中和海上實彈演習,迫使該國關閉部分民航空域,並迫使鄰國瑞典的空中和海上交通改道。 立陶宛外交部長林克維休斯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總是這樣做的。 他是指俄羅斯四年前四月,在波羅的海舉行的海軍演習。演習的三十日期間,俄羅斯小型海軍炮火進行了二十八日的實彈射擊。 上星期,美國和包括三個巴爾幹國家在內的二十多個國家一起驅逐了一百五十多名俄羅斯外交官。 顯示在前俄羅斯間諜在英國被毒殺的問題上,各個國家立場一致。 俄羅斯開始演習的一日前,美國總統川普接待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國家的總統。 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斯卡帕洛蒂上將,還對拉脫維亞進行了一日的訪問。